那樣刷一刷 出門自帶少女的目黛 因為夏天快到了 然後最近天氣又一直變 所以我都覺得上底 很容易下午就給它油掉 所以我現在就是乾脆 我底妝就隨便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腮紅了 我發現上完腮紅之後 氣色就會變得超爆好 好像你的妝很完整 所以我就給它這樣 就隨便 很隨性的這樣掃一掃 這麼隨性 我來看很多隨便 然後拉人中會比較那個 對 要拉一下人 就隨性...我們 差不多就是這樣 然後... 然後... 沒有 就是要很紅 氣色才會好 所以拿到有點帶橘的這種唇膏 韓國梅亞最喜歡的 就會給它擦 韓國梅亞不是這樣子的吧 是 所以韓國梅亞不是梅亞 韓國梅亞都是這樣 太紅了吧 沒有 這顏色好看 今天很流行這種超紅的 真的 但是好像沒有配這麼紅的腮紅 配這麼紅的腮紅 是 因為她年輕 你就會覺得說 她要亂化什麼也很合理 因為膚質還都挺好的 對 所以你就會覺得很合理 而且可能昨天有睡飽 因為她不是 她底妝真的太麻煩了 她是屬於有個性 又調皮一點點的年輕女 有點古怪的那種 對... 所以她亂化都成立 對 也滿好的 對不對 她有這種橘色腮紅的緣 真的要化這樣子嗎 我這樣不是滿美的嗎 真的很紅 是不是 這一邊 她兩邊化的不太接近 左邊比較紅 就是真的你看她氣色 真的是好像瞬間有亮起來 可是我覺得 好像有點荒唐 荒唐 來 請下來 有一點像什麼國劇 還是樂劇的那種畫法嗎 我來幫Bora快速出門 不是快速出門就好 還要美美的出門 對 她剛剛是很快速 對 她是很快 因為她很快速換我來講 她給我的感覺 她跟美扯不上 我們要求快 也要有漂亮 對啦 那求快漂亮還要在什麼呢 就是整天又持久 重點是要讓妳美的 是由內而外天生的那種感覺 不是那種喜感的感覺 對 喜感 所以妳剛剛是喜感居多 就很秋灰這樣 好 其實Dora的問題 我發現我最近都在處理這種 怎麼樣 就是暗沉女 暗沉女 關燈暗沉嗎 就是卡瑟女 卡瑟 對 就是很多女生不化妝 基本上大部分女生不化妝 都會有一點暗沉 所以我覺得她問題 不是腮紅跟唇 她的問題是底 所以我是說我最近都在處理 這種比較棘手的個案 這個我要介紹的東西 是可以上班不遲到的東西 它是又快又好用 然後重點是很適合Dora 就是一個好的底妝 這個 好 這個牌子開架的 它這是一個日本很大的品牌 專門為台灣的膚色 氣候 還有使用習慣天氣設計 因為台灣就是到了夏天就是 所有的女生都變中東油田 真的 那個毛孔就是一直噴油 而且你知道 台灣你知道摩托車主很多 對 所以油性肌膚 然後出油或外油內乾的女生 其實選粉底很難 他們家就專門為台灣的市場 開發了一系列的 從莊前 然後什麼隔離的 然後跟這個粉底液 都是為台灣設計的 所以在日本買不到 真的喔 對 然後只有台灣有賣 然後它這是新的升級版的 長效的粉底液 它是時裝版的 所以它使用之前要先搖一搖 好 重點是它不用用工具 你可以只用手來畫 真的 這樣好方便 然後它有四個顏色 這樣就好了 這麼少 很貴喔 沒有 它才400多而已 這麼便宜 開架的 這只要一點點 然後它的延展力超級好 對 因為它有四個顏色 我幫Dora用的是三號的顏色 你看 我們就這樣 把它點上去 要點的就可以了 然後再用你的手這樣 輕輕的把它推開來 跟上隔離霜一樣 而且它的質地感覺很薄 非常薄 我跟你講這個是你閉著眼睛 都可以畫的 那我要閉嗎 不用 就是你看它就是 有啦 皮膚馬上變好 對啊 你看它這邊是龜的有沒有 對 然後還有8個 你看剛剛那一滴還沒用完 竟然還有 還有 然後我們再上第二層 就是它是真的那種長效持妝 然後有那種裸肌的感覺 如果你要增加它的遮瑕度的話 你就是一層之後再加一層 然後它的特性是 你再怎麼疊 它都不會厚 真的 也就是說你下午補妝 不會越補越厚 而且這是專門針對 台灣這種亞洲女生 泛黃膚色問題開發的顏色 所以你看 泛黃的感覺就不見了 這臉感覺變好亮 對 那還需要鋪蜜粉嗎 如果你要追求 非常長效的定妝的話 你可以再加上它的同款的蜜粉 對 它兩個從粉底到蜜粉 都是有 OK 好 再來你看黑眼圈 我要用另外一瓶 不過它不是說它有四個顏色嗎 對 這是3號 對 它有一瓶 5號的這個顏色 你看Tora的黑眼圈是有一點紅 對 紫紅色 然後現在這個5號很棒 它是專門針對你有這種 紅咖型的黑眼圈 這樣把它蓋上去 它可以綜合那個咖啡色的色素 超多 是不是 油耶 再來我們就把它定妝定起來 蜜粉 然後重點是它的那個粉末 就是你越出油 它越牢固 所以它就是直接疊上去 然後這個粉撲它做得很膨 很密 所以它的材質用得非常的好 你只要用它這樣輕輕的做輕壓的動作 就可以把妝定好 尤其是很多有瀏海的女生 為了防止你的瀏海變結塊 你就是額頭一定要鋪 太油 然後都是一塊一塊的 對 很好看 我們現在這邊真的很漂亮 你就只要兩個步驟 有粉底 它就是3號跟5號 3號加5號 還有蜜粉 然後就是漂亮一整天 OK 謝謝老師